我是邵康 歡迎你來到 TVPS邵康戰警室 專門希望你特別來賓 李俊益委員 林真宇議員 藍軒小姐 外美林委員 李博宜議員 唐小龍先生 好 環太平洋軍演登場 在夏威夷附近29個國家 他們重頭戲是模擬要集成 老共的兩棲攻台共箭 先用了一台4萬噸的靶劍 把它打成爽啊 終於老共箭被我們打成了 你知道美國大學裡面 那個棒球 足球很熱門嗎 兩個學校打以前 都要把對方的 比如像我們是一個老虎 有些學校可能是個什麼雞什麼 做一個像 把它給燒了這樣 爽啊 精神勝利法 明天要比 今天先把它燒了 提振士氣 校友什麼都進來 大家高興 學校附近的旅館住滿滿的 外國媒體說美國跟盟友在 為了阻止老共犯台做準備 所以我們先演習給老公看 你敢打我就把你炸成 另外美軍可能可以用菲律賓的基地 來保護台灣 白宮說不願意建武力改變台海狀況 另外美軍去重整帛琉的 被裡留二次世界大戰的老機場 帛琉已經很久沒打仗了 那個時候二戰滿重要的 什麼跳島也好等等都很重要 陸戰隊的超級力士 就是這樣降在這個老機場裡面 所以老美看起來是全面備戰 能夠用的都拿出來用 菲律賓駐美國大使說 台海戰爭下可能會准美軍 用菲律賓的基地 打越戰美國也去用菲律賓基地 不管是蘇比克灣 克拉克機場什麼 都是用的 另外習近平也沒停著 跟越南總理會面 普丁才去 習近平也去了 推進中越命運共同體 大陸另外把雲川跟星保兩個熊貓 要送到美國加州Sandiego住 Sandiego那個很漂亮的動物園 很大 很棒 另外我去過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批北京說 北京阻擾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還煽動反美情緒 我們老美對你們中國這麼好 我們怎麼煽動呢 大陸也叫不說 我們哪煽動得了呢 你的形象取決於你美國自己 你每天在那邊搞我們 還是說我們煽動 我們看一下 TVBets赴夏威夷 直擊Vimpact環台軍演 正是美軍的航空母艦 考爾文森號 他加速衝刺提早半天 抵達了夏威夷的珍珠港 可以看到他的飛行甲板上 搭載了包括F35以及 FA-18EF超級大黃蜂戰機 E2預警機也大啦啦亮相 作為環台軍演上的最大艘軍艦 排水量超過10萬噸的 考爾文森號 放眼望去很壯觀 就連登地人還特別去拍照 這是考爾文森號第四次參加 Rimpact第一次是1984年 Rimpact今年來到第29屆 雄猛力美方持續驗證新裝備 環台軍演都還沒開始 美軍倒是先晒出兩款 能從軍艦甲板垂直起降的無人機 這軍艦跟台灣也頗有淵源 因為他碰到選舉年 然後環台通常排在6月 每兩年一次 到了這個時間 剛好也都是美國的國防部 在要預算的時候 今年又是選舉年 所以我覺得他就會特別瘋狂 當然兩岸關係在賴清德上來了之後 持續的緊張 環台勢必要做的樣子 這畢竟是兩年一次 美國象徵亞太團結的一個象徵的時刻 可是台灣在談環台的時候 我覺得不要談得太虛無 那個名稱很浩大 拍成好萊塢電影是好看的 可是環台29國加上台灣半國29.5國 實際上面講起來 就是美國一個國家再加上少數他的盟友 裡面大部分的國家 起碼有20個國家基本上面 對於環台的軍演呢 就是一毛式的異性藍三的 所以你就發現呢 域外國家越來越多 除了他的亞太地區的傳統的 美國啦 日本啦 澳洲啦 韓國 加拿大 之外 他現在越來越傾向於邀歐洲國家進來 所以你今年看到的 往年呢 往年很多歐洲國家都不來了 但是他們陸陸續續的像今年荷蘭 因為荷蘭的 荷蘭現任的總理呢 呂特就要接北約的秘書長了 你總要共襄盛舉一下 那類似這種呢 把域外國家英國啊等等呢 找來共襄盛舉 反而弱化了環台當中的那個環台的味道 其他的國家 你看東盟的這些國家 你認為泰國 汶萊 印尼 這些的國家或者東加 這些的國家 他真的有意識到這場的軍演 是針對中國 針對解放軍嗎 我就真的想太多了 那美國無非藉著這個環台 與其說他是要去威嚇中國 不如是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們找來之後 讓這些兄弟姐妹們 其實傳統上都是這樣 讓兄弟姐妹們看看我這個大哥有多強 那個給自己人看的味道會更濃厚一點 讓所有兄弟姐妹們說 你們就乖乖跟在我後面 你看大哥仍然是雄壯威武的 所以跟著大哥不會錯的 那是環台真真正的意義 我們應該倒過來想就是說 這種就當作 就當作你今天打了一個 一個4萬噸的靶船好了 4萬噸甚至比印度等等 很多的航母都還要打 可是打了這個靶船又怎麼樣 我比較好奇說 你認為今天的大陸的解放軍 會因為你做了這樣環台軍演之後 他對台海的操作等等就改變了嗎 他今天不是這幾天的時間 不是更大規模 更多批次 你搞你的 我搞我的 他繼續搞你的 你能把它怎麼樣 我說今天真正的重點是2024年之後 台灣海峽的使用權被解放軍給掌控了 台灣海峽的行政管轄權被大陸的海警給掌控了 而你環台軍演不管你怎麼演 每年在夏威夷他就兩年一次 在夏威夷就是個表演 可是解放軍或者大陸的涉外部門 基本上面都無視 就是不會去在乎你環台到底演些什麼 大陸參加過一次 俄羅斯參加過一次 可是不管參加過幾次 環台終究是一場的 美國關門辦Party的表演 實質在軍事行動上面的意義 連聊勝語都談不上 等於是一個軍事的一個同樂會的感覺 就是真的打起戰力 29個國家打 怎麼打 還不如2 3個國家打 打29個亂成一團 光那個指揮系統 聯合作戰局搞了一團 亂成一團 不過就是基本上算是軍事加年華了 來 美玲 像最近我們看到這麼多的事情 在環太平洋這個地區 可以說是非常熱鬧 不管是現在馬上要登場了 這個環太平洋的一個軍演 或者是普丁到北韓 然後跟越南結盟 或者是中共跟這個 登入菲律賓的海軍船 還有現在其實台海之間 其實各方面的局勢也是升溫 感覺整個環太平洋的 全世界的焦點 好像都比較在這個地方 甚至於取代掉了現在看到的烏克蘭 或者加薩地區的一個戰士 這個軍演其實剛剛有提到 就是美國主導每兩年來舉行一次 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一個 國際海上的一個軍演行動 從2012年以來 每一年有超過20個國家參加 當然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軍演的意義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跟看法 除了可能要來威嚇中國之外 同時美國也是要結盟 他所有的這些盟軍盟友 一起做什麼 也許是展示他自己的實力 或者是坐穩他這老大位置 當然也有可能 是要讓中國看一看說 他有這麼多的盟友 是支持他跟挺他的 但是從過去到現在我們發現 其實我們也一直在爭取說 台灣是不是要加入 這個環太軍演裡頭 可是我們從2015年 我們看到美國眾議院 那時候通過2016年的時候 國防預算授權法案說 美軍必須要邀請台灣來加入 從那時候到現在 其實台灣從來沒有被邀請過 可是我們也一直不斷的看到 其實民黨政府在過去很多的時刻 都在做這個大內宣 說得好像是我們馬上就是可以加入 美國是力挺我們的 可是其實都沒有 我想其實美國要來邀請台灣加入 這件事情恐怕不容易做到 因為他擺明他其實是跟中國是對抗的 而台海可能就是台灣的經濟事件 是他們兩個其實競爭 最大的一個問題點在 如果說在這個軍演邀請台灣來加入 恐怕其實擺明的就是 把這個對抗升溫到檯面上來 所以不容易 所以回頭過來講 就是說當今天民黨政府 我們說美國他是非常力挺我們的 但這個軍演其實對台灣來講 對台海來講 他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有什麼方式 在我們自己尋求B站 尋求和平的同時 當然軍演對我們有一定的意義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 實際的去爭取來加入 而不是不但不能加入 還來做一個大內宣 來 進行 這個你看兩位 大概都對民進黨主導 台灣跟美國友好 特別是軍事上的一個合作 這件事情好像都比較有 不一樣的意見 但是對美軍主導的環太軍演 卻有不一樣的解讀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說實際上 這個環太軍演 是有一定的 這個在亞太這個地區 有一定的這個影響力 你像湘隆剛剛講說 這只不過就是一個秀 這個跟著大哥走 那萬委員的看法就不一樣 說這個是有一定的意義 我是比較支持萬委員的這個講法 不會說這個每兩年 花那麼大筆的錢 那麼大筆的精神 人力 然後搞這種所謂的 國際聯合軍演 來做一個秀 我覺得這個對美國來講 他們斤斤計較 每一個資源的運用的 這個軍事的布局的國家 不會去幹這種傻事 我認為這個軍演的必要性 就像台灣每年都會做漢光的一個 兵推或是兵演的意義是一樣的 它是一個模擬作戰狀態下的 這種協同作戰找出那個缺點 或是找出那個問題 譬如說這一次 它要去集成一個 四萬噸級的這種軍艦 四萬噸級的軍艦要集成它 有多困難 多困難 你到底能夠用什麼樣的武器系統 能夠在多少的時間內 怎麼樣去做攻擊的一個 波段的一個安排 才有機會把這麼大的一個 軍艦集成 這個是相當困難的 相當困難的這個工作 特別是這種聯合作戰 不要說跨國 跨軍種的聯合都有一定的困難 所以他不斷的演練 就是要找出其中的一些矛盾 所以我覺得這不要去低估 這種所謂軍演的意義 這個軍演到底針對誰 這很清楚就針對中國 所以中國當然看在眼裡 他們也要去搜集這個參數 也就是說你的軍演的攻防這個過程 對我中國的軍事的一個佈局來講 我有什麼地方必須要去防 必須要去改變的 這個互相之間都有相當高的 一個參考價值 台灣在這個過程中 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大家一直在關心說 我們不能參加軍演了什麼 我跟大家講 參加有兩種形態 一種形態就是像其他的國家一樣 派軍參加 一種形態 就像美軍來台灣一樣 就是說我們也是參與其中的 可能是去觀 或是說去參與其中的 某一個部分 我們之前有一個新聞 就是我們的海巡 跑到夏威夷去 事實上跟這個軍演有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就是有關係 整個軍演的過程中 不是只有軍事的工防嗎 還有相當的後勤補給 救援等等 這種台灣的角色 事實上在這裡面 也必須要被整合進去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嚴肅以看 嚴肅以待 台灣這邊大概已經很難脫離 這種所謂大國角力 大國博弈的這個格局 在這個格局下 美中之間當然我們的選擇 非常非常有限 我們的主動要去改變 這個格局的能力也非常的有限 所以大概就只能夠隨著這個大趨勢 一直演變下去 還是不如想做我們 還是不如想了 我們成功的 但是我們再愛 我們來 我們來 快